我們看這一題 這題它說這個二次函數它最大值是十分之九 那問那個小明明多少 這個二次函數它首項係數小於 所以它頑口是向下的 頑口向下它有極大值 那任何一個什麼二次函數的話 它的頂點有公式 這個頂點它的一個坐標 這個坐標的話 這X是等於2A分之負B A的話是二次函數的首項係數 B的話是第二項係數 然後C的話是這個 它的那個坐標是2A分之負B 然後頂點的Y坐標 是4A分之4Ac-B 這個要把它記起來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最大值 這是極大值 極大值 這是等於四分之九 也就是四分之九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4A 4A4乘以多少 A是負一 4Ac 4Ac A是負一 那乘以m 減掉比平方 1的平方 這個呢 是等於多少 等於四分之九 所以上面這個是等於九 這是負的 那不然的話 這個可以約分 約分以後是m 這負的正 加上四分之一 加上四分之一 負的正 四分之九 所以m的話 等於多少呢 等於四分之九 減掉四分之一 這四分之八 所以m的話 是等於多少呢 等於那個 2 m的話是等於2 4A分之4Ac 減掉比平方 沒有錯 所以m呢 是等於2 或者你用配方的也可以 事實上這個結果 就是用配方配來的 這兩項配方 你先把負號抽出去 負號抽出去以後 這個是 x平方 減x 加m 這兩項配方的話 裡面給它配方的話 是x 然後呢 減掉二分之一 1 的平方 那我現在呢 多加一個四分之一 所以把它減回來 減掉四分之一 再加m 然後這個就等於 負的多少呢 就是 減掉二分之一 然後就負的正 加上多少呢 m加上四分之一 好 那又是平方很大等於0 所以很小等於0 所以這整個子 整個子的話 很小等於多少呢 m加四分之一 那這個就最大值 因為整個函數 整個函數呢 很小等於這個值 所以這個值就最大值 就整個函數 很小的這個值 這個值就是這個值 所以的話 那這個值的話 事實上就是這個 配方的話呢 你就是用帶公式 配方也可以 所以m的話等於多少 這是m m的話等於小m加上四分之一 跟它是一樣的 所以你小m的話 就可以得到 所以答案呢 是等於2 這一題答案等於2 再次答案